在今年的ACCE 结束华一创业家选举当中 荣获Best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ward 最佳国际商业奖的 是总部设在万锦市的一家 高科技通讯公司Green Hour Mobile 这家公司的产品 为人们带来了方便 那么他们的产品 已经走出了国门了 受到欧洲国家的青睐 我们今天就特别请到 Green Hour Mobile的负责人之一 Charles Wang 来谈谈他们的创业经验 Charles 你好 你好 刘伟 请你简单地介绍一下 你们的公司 你们的客户有哪一些 我们是一家在万锦市的 高科技创业公司 我们成立于大概六年前 我们是专注于 就是把这个高新技术 转化成一些 对我们日常有帮助的 这样的移动应用 目前我们的客户 包括了在美国 加拿大 还有欧洲的 大概三十个客户左右 其中包括了就是有媒体公司 有这个汽车俱乐部 也有这个比如像安省的交通厅 这样的政府部门 介绍一下你们这个产品 你们这产品到底是怎么样用 我看到好高科技啊 是怎么样运作的 我们主要的一个产品 叫做Traffic Alert 它是一个是为这个司机 来打造的一个个人化的 这个交通资讯的一个移动应用 它的原理其实很简单 就是当我们很多人都是开车到路上的时候 也使用这个应用的时候 我们的就是我们的系统就能够通过 这个所谓的一个重包的技术 能够把众多的这个用户的一些GPS信息 采集然后处理 然后通过我们后台的一些算法技术 能够检测到这个交通堵塞的情况 然后用语音的方式来播报给这个用户 那也就是我开车的时候 我就知道哪里塞车 对 可以知道当前所在的这些街道上面的交通情况 实时 实时 对 OK 那么是透过一个手机上的应用程式 是的 OK 那是应用程式需要花钱买吗 不需要的 用户是不需要花钱买的 是免费的 是免费的 OK 你当初怎么想会要从事这么个行业 其实也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 首先一个我和我的那个co-founder 都是在多伦多嘛 我们都知道多伦多这个交通拥堵是很厉害的 对对对 是大概在北美呢 是排行第四交通拥堵情况 那我是多年的受到了这个 就是交通堵塞的这个影响 我们每天在路上花一个小时 一个半小时开车是很正常的事情 那么在北美呢 也是一个因为是小政府 我们要通过在这个政府的这个修整道路的方法 来解决这个交通堵塞呢 是其实一个很漫长的过程 是 所以呢在大概09年10年的时候 我们看到了这个手机的这个广泛的应用 对 我们当时也看到了就是在未来呢 就是人手一机这种趋势是一定要出现的 还有就是这个云计算大数据的数据的 这个技术的这个普及化 使得我们看到了一个一个可能 就是通过这个技术手段 能够找到一个比较更加更加实用的一个方法 对是 那么我觉得就是现在这个手机上面 应用程式太多了 对 所以挺方便 有GPS 有什么这个traffic的这个alert 对 那么你们在这个创业的过程当中 就是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困难跟挑战 你怎么克服的 绝大多数的这个创业公司一样 在早期的时候呢 我们面对了就是 就首先是产品的开发 然后呢 这个产品是否有跟这个市场的需求能够吻合 然后呢 如何去寻找这个融资 还有到后期 当你团队要成长的时候 怎么建立团队 管理团队等等 这些都是有不同程度的这个挑战 那你们这次在ACC 你得到的是最佳国际商业奖 也就是说你把这个 你自己的产品推广到海外去了 也就是你怎么样做到这一点 这个呢 有很多方面的因素 首先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互联网产品呢 跟传统产品不一样 我们是没有这个国界地域的这个限制 全球化也是在我们一开始 设计一个产品的时候 一个DNA吧 在加拿大来设计 来实现这个产品 能很好地跟我们本地的一些 高端的人才能够结合 当我们在做好这个产品 验证了这个产品之后呢 我们就有机会是面向更大的一个市场 包括了美国 加拿大 美国 欧洲等等 OK 对 好 我想就是问问看 就是说因为现在这个东西 你必须要不断地成长 你们公司的下一步想要做什么 在未来的发展呢 我们有不少的计划 因为在过去这几年里面呢 我们这个现有的产品平台 不断地成熟 我们现在也建立一个 很好的一个团队 在执行力上面是 我们还是比较满意的 所以在现在我们也看到这个 各个行业的对于这个高端技术 对于人工智能的这样不断地 有这样的很多的需求 所以我们在过去这个一年里 我们公司也开始投资在研发新一代的产品 包括了这个智慧城市这个产品 我们希望这样的一个产品呢 能够真是通过高科技的手段 把各种便利带给更多的市民 来改善我们的生活 是不是透露一点点 你们这个智慧城市里面 包含了什么东西 现在traffic有了 这个看大家塞车的这个情形 给解决了 基于我们同一个的核心的技术平台 我们希望呢 能够把这些优质的这个智慧的技术 能够带到各个方面 包括了现在比如说 有智慧停车的推荐 智慧停车 对 智慧停车 我们希望呢 能够在通过我们的这个应用 驾驶者在寻找这个停车位的时候呢 停车场 对 我们的推荐服务呢 能够考虑到这个停车场 离你现在位置有多远 它的价钱是不是最好的 而且在不久的将来 我们将会考虑到 是否这个停车场有空位 是是是 这个很重要 如果说是有企业想要走出去 走出国门 那么你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 简简单单的告诉大家 你的建议是什么 首先我想呢 要集中来看到你的产品 为你的客户带来什么样的价值 一个因为我们相信一个企业的价值 就在于它所创造的价值 当你这个产品有价值的时候呢 那么你其实现在有很多的途径 可以走向走出国门 加拿大的三级政府 都有不同的program 有一些资助我们可以利用 现在呢 国与国之间定期的 也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商务上面的交流 再加上现在的互联网 还有这个社交网络 也让我们在这个贸易上面呢 带来很多的便利 好 谢谢Charles 谢谢你 恭喜你获奖 那么也希望你的产品呢 能够为我们带来更多的便利 谢谢你 好 谢谢 希望Green Hour Mobile的成功经验呢 能够帮助到有心人 观众朋友 如果有任何与财经有关的话题 想要知道更多 欢迎您随时写邮件 到news at omnitv.ca给我们 我们会尽量安排专家 为大家做说明 稍后还有其他内容 我们广告之后再见